WTT澳门赛迎来一场巅峰对决 许昕亮相男单半决赛 对手是王楚清 经过五局较量 王楚清完成逆转 4比1战胜许昕 晋级决赛 连续淘汰马龙和许昕 证明了自身实力 王楚清将和林高远争夺冠军 王楚清在四分之一决赛淘汰了马龙 同许昕会失半决赛 两人在本届比赛的状态都非常好 他们将争夺一个决赛名额 许昕刚刚拿到混双冠军 来到单打赛场 他渴望继续前进 赛前 秦志简对于许昕进行了指导 两人第一局比赛 许昕在开局的状态不错 5比3领先 王楚清出现失误后 已经3比6落后 接下来一个球 王楚清侧身进攻得手 非常霸气 再度拿到一分后 王楚清怒吼一声 然而在接发球这个环节上 王楚清似乎解决不好 反手回球失误后 王楚清已经5比8落后 许昕反手也有失误 但是收到王楚清揭发球失误的大礼 9比6领先 正守直线球得分后 许昕已经10比6领先 虽然王楚清追了2分 许昕还是11比8拿下第一局 来到第二局 王楚清开局取得3比1优势 随后 许昕连续低迷 一次失误后 轻叹一口气 却又送分 1比5落后 很快 许昕3比7落后 王楚清的发挥非常从容 连续两个大角度调动对手 然后得分 许昕陷入短暂低迷 王楚清顺利以11比4拿下第二局 双方1比1占平 双方第三局的比拼 两人以2比2的比分开局 4-4后 王楚清连续得到2分 6比4领先许昕 落后局面下 许昕也不着急 耐心和对手周旋 但是王楚清在比赛中更敢于进攻 回球质量要高于许昕 这一局比赛 王楚清慢慢逼近局点 许昕反手回球出界后 已经5比10落后 王楚清面对机会球打飞 依然领先4分 接下来一个球的争夺 许昕自己失误 王楚清再赢一局 11-6 总比分是2比1 第四局比赛 王楚清的开局近乎完美 许昕1比6落后 明显有些沮丧 发挥也受到影响 连续两次反手下网后 许昕已经1比8落后 王楚清拉球失误 依然8比2领先 连赢4分后 许昕追到5比8 王楚清喊了暂停 比赛恢复后 许昕将比分破进到7比8 缺回球下网失误 王楚清以10比8拿到局点 许昕回球出界 8比11输掉这一局 大比分已经1比3落后 第五局比赛 王楚清发挥出色 10比4后拿到局点 最终11比4拿下 总比分是4比1